大家好,最近国内发表了一个新的白皮书是关于台湾的。 全名叫做《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》。 总共有5点。 第4点就说到用什么方法进行统一。 主要是用和平的方法去做统一。 而统一后就行亦国两制。 这篇文章的目的我最主要是想跟台湾当地的人说 其实是大陆想统一的心态不变。 希望在和平的方式下协商的形式将大家统一。 希望台湾人愿意有代表出来去谈。 第二就是中国是想释放出一个善意的。 也就是说其实是安抚台湾民众。 因为之前在附近做了军演。 其实军演是想显示中国的硬实力。 其实是想打也行的。 但是呢,大家都是华人、中国人。 不想自己人打自己人。 所以这篇文章就很介绍当地的台湾人会怎样想。 还有这篇文章主流台湾媒体会不会报道。 今天分享到这里。 谢谢大家。